电子商务到实体店 传销让人一夜暴富 还是人才两空 我为了点钱一脚了 我原来很胖的 多胖一个人 你看我现在随便走得哪里 这些都是我有黑有色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通关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车行情 这条报告显示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内 已经相当多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抗暴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小宇 2014年的6月 重庆市公安局接到了一个特殊的报警 原本关系很好的几个亲姐妹却突然在家里动起手 姐姐甚至打来了报警电话 这也奇怪了 一般的家庭纠纷 怎么会向警方报警呢 原本亲密的姐妹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矛盾 甚至要惊动警察呢 重庆警方接到报警以后迅速地赶到现场 而现场着实有些让人出乎意料 接到报警以后 派出所民警很快来到了报警人的家中 民警刚走出电梯门就听到激烈的争吵声 而屋外的走廊里对着很多箱子 一些生活用品也散落在地上 李英向民警抱怨 说三个姐姐不支持她的工作 还把她的东西扔了出去 李英的三姐李红承认 是她扔掉了妹妹的东西 因为她觉得妹妹李英误入了传销组织 她妹妹做的事情 她都在我们那里办 她说他们全家都反短 反短后因为全家都通过一些点证媒体 要了解到可能那个是属于传销 因为是他们那里都是反正的 好多权 她妹妹不要做这个事情 她妹妹都不听 李红告诉民警 两年前妹妹李英 在参加完一次同学聚会后就变了个样 一见到亲戚朋友 就向大家推销一个名叫通合商城的日用品网站 她都跟我们说 她还把我妹夫玩了 她的玩了 她三个先是四百八家了 共有加四千八 都加进去 加进去买很多产品进来 妹妹李英告诉家里人 通合商城是电子商务 是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 而且只要交钱 就能够成为会员享受折扣 还能发展下线挣钱 李英不仅发动全家人 去加入通合商城成为会员 还到处张贴通合商城的广告 通合的广告 什么是成倍成倍的番 什么是那些 全部的时候 她口口公斤都全部都有的 全部租出来 几十几百块钱张 整个都十米进去了 已经十米进去了 她说的 我们这个三五个月都可以买辆车 后头我才看她的口口里头的空间 都是写的成倍成倍番 到了十个月都可以来一百多万 按照妹妹李英的说法 她的利润就像金字塔一样成倍增加 可姐姐却说 李英不仅没赚到什么钱 反而投进去了一大笔 这些钱都是李英四处借的 而且借来的资金 全都换成了这十多箱 无人问津的通合商品 借十几万元买回的日用品销不出去 家里的经济陷入危机 这一切并没有让李英收手 姐姐李红一气之下 才将这些通合商品扔了出去 并向警方举报妹妹李英 警方发现 被李红扔出去的商品上面 都标有通合字样 通过上网搜索 民警看到 网友对这个通合商城网站的评价 两极分化 有人称这是一个创业好项目 也有人称其为大骗子 新的传销模式 而打开通合商城官网 其网站图文并茂品种繁多 护肤品日用品保健品内衣等 一应俱全 在网站里 民警一眼就能看到 他们发展会员的宣传版面 只要一次性原价购买480元的商品 就能够成为会员 第二次就能享受三折购物 而原价购买4800元 或者14400元的商品 还能成为高级会员 具有加盟实体店 发展下线的资格 下线越多 公司的返利就越多 是一个创业的好项目 不过一次性购买几千上万块钱的 日用品这里用到什么时候 你想吧 四千把 卖一堆日用品 哪要用在后面 卖一堆用在后面 更多的是为了 去的四千把 的一个互业的资格 可以发展下线 可以来造钱 当你去的四千把 的资格过后 你可以有发展下线的资格 发展下线的资格 它有分成价 同价 它都是一个 金字塔形状 当你是一个 四千把 你是一个四千把 资格的互业 你发展两个 四千把 资格的互业 你可以都可以得到 一千三百元 其中很五百科 新的成家 八百科 新的对付家 看到这个通合商城的 主要目的 不是销售商品 而是发展下线 吸纳资金 明显具有传销的特征 此时警方的调查 有了明确的方向 果然 警方调查到 自称是中国通合的专家 将会在长寿举办培训班 警方决定 以秘密侦查的方式 打入组织内部 天上买了三个 那么三个都签单了 都是四千把的经厂 因为昨天 前天他们两个都把单爆了 昨天又爆了这个单 结果我今天感到很惊喜 我又说那个文章签了 就是天上叫纯备 就看那个 冰子你怎么去吃 把听法照办 这就是原则 上面老师那么讲 我们就那么做 一定会成功 祝大家 人人都是老板 照片 培训会现场 很多自称是老会员的人 都上台去分享自己的赚钱心得 现场的气氛非常活跃 听课的人也是情绪高涨 当时听课的人 大家还是比较激动的 着想的呀 甚至比如说相互交流 这种都很多 大家觉得 让老会现在 找到了一夜暴富的办法 只靠不断的发展下线拉人头 就能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 这样的宣传非常蛊惑人心 而且也是非常典型的传销模式 不过警方的目前只是初步掌握了通合商城的宣传模式 仅凭这一点 警方还很难判断这个通合商城是否属于传销组织 不过呢 警方在通过这次卧底的培训会上获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通合商城在重庆长寿地区居然还开了一家实体店铺 民警迅速的找到了实体店铺的负责人宋灵香 宋灵香告诉民警 他是2012年年底通过一个朋友接触到通合商城 据朋友说 这家公司属于高大上的国有企业 通合商城不仅有网上商城 还有遍布全国的实体店 只需要交纳4800元 自己就能开店当老板 还可以通过网络聊天工具定期学习营销经验 他都说这个产品很好 有了老师手把手的帮助 去年初宋灵香开通了通合商城的 第一家实体店 宋灵香在店里不仅售卖普通的通合日用品 还积极发展下线 定期联系会员 组织讲课 介绍销售经验 通过这家实体店铺 民警找到了几名通合的下线人员 除了一些像李英那样不断投钱 深进通合能赚大钱的人之外 也有人对此心生疑惑 重庆长寿区的张大姐就交纳了4800元 加入了通合 她的上级告诉他 交了这笔钱 如果不买日用品 将来能够退还本金 并且还能够发展下线返利 如果他自己不去发展 也有其他人帮他打理 因为自己文化程度有限 张大姐就全权委托上级帮他打理 而他的上级果然没让他失望 定期给他汇报战果 虽然上级口头上告诉张大姐赚了很多钱 但是三个月下来 张大姐不仅没有收到公司返还的利润 他提出要回本金的时候 还遭到了拒绝 而本就不同意张大姐交钱入会的丈夫 又提出了离婚 民警在侦查中也发现 这个通合公司的前身 就是2010年因涉嫌传销 而被吉林警方打击处理过的安格公司 此外民警还调查到 通合商城所卖的商品来源渠道 并不珍贵 各种证据表明 这个所谓的通合公司其实就是一个传销组织 其所卖的产品只是一个传销的代比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发展下线 而民警在宋林乡那里还查获了大量的讲课视频 警方判断 这个给会员们讲课的名叫彭松的人并不简单 彭松男三十多岁 重庆浦阳人 随后警方对彭松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 发现他就是通合商城 重庆地区的主要负责人 警方很快签出了一条 在重庆以彭松为首的传销网络 2014年6月24号 长寿警方决定收网 在警方的抓捕行动当中 通合商城在重庆的几名骨干成员相继落网 经过调查 警方发现这起案件当中 彭松等人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会员 竟然有一千多人 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 通过对犯罪嫌疑人 以及参与者的进一步询问 通合商城的引力模式也更加清晰 原来这个传销组织分为三个级别 分别为公司系统和团队 公司是该传销组织中最高级的领导级别 负责领导系统 系统领导团队 团队领导会员 其中彭松就是通合公司 位于重庆的万众系统负责人 而宋玲香 严永李翔三人 是长寿地区永恒团队负责人 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样 让受害者心甘情愿地把钱交出来 警方梳理了这个传销组织的花招 花招一 以互联网电子商务为幌子 犯罪嫌疑人制作了精良的网站 售卖各类产品 在推广中 他们会反复强调 他们的产品质量过硬 由于是从厂家 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 价格低廉 而且只要交钱成为会员 还能享受折扣和具有实体店的资格 当时都是不到那个店 将来是打去吹车都说 小娃儿将来都请网上勾布了 都说那些人都说跟不上行事 将来都是网上勾布 我也想 现在的娃儿都拿到手机都在玩 像我们年轻人那些批 都在网上去买衣服 花招二 开设实体店 为了增强迷惑性 犯罪嫌疑人鼓励会员开设实体店铺 方便他们进行产品演示和发展会员 他们宣称 由于产品质优价廉 市场需求量非常大 即便不发展下线会员 也能通过售卖公司产品 获得高额利润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我们老师老师都说第一年都挣不到钱 都要亏 第二年你不住不住人多了 很多人就你第二天吧 然后也很多人帮你去做市场 你都能赚到更多的钱了 花招三 鼓励会员发展下线 通合公司 首先通过网站和实体店 以加入会员低价购物为幌子 取得下家的信任 然后通过讲课培训 金字塔式赚钱等洗脑方式 鼓励会员发展下线 他们还要求会员打肿脸冲胖子 说自己挣了钱 饭都吃不起了 还是要说自己好的人 找了好的钱 因为他们一直跟我们是那个关书 花招三 使用虚拟货币 由于公司给发展下线的会员 设立了高额的回报奖励 如果采用实际货币 他的资金链很容易崩盘 于是嫌疑人就创建网站 利用电子货币进行交易 实际上没有成本 一旦离开传销组织 这些电子币就没有任何价值 一些会员因为很难发展下线 所以自己给自己的账户 投入大量现金 以此得到公司的高额回报 而这些资金会全部流入公司高层 以换取电子币 而各个层级会员得到的奖励 也是电子币 只能在传销组织内部流通 这也是很多会员都欲罢不能 越陷越深的原因 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 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形式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其中规定 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 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 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 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记筹或者反例依据 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 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组织 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 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 尽管法律名闻禁止传销 但在金钱的诱惑之下传销活动从未停止 兰莫收到了一个求助请求 求助的是一对来自江苏常州的80后小夫妻 女的叫小娟 大陆要跟我到底没关系 小娟刚说了两句话 由于情绪激动 采访便无法再继续下去 一番安慰之后 小娟的丈夫陈先生告诉记者 2013年5月开始 岳母朱女士便长期住在合肥不回家 由于放心不下 她和妻子曾专门前往合肥 希望接母亲回家 这才发现 朱女士竟然正在和人一起从事传销 其实这时间就是我妈妈一直想 把我叫过去 然后加入这个行业 2013年10月 记者以小娟朋友的身份 和她一起来到了安徽省合肥市 而一听说 女儿和朋友到合肥来了 朱女士就在电话里再三要求小娟 下了火车 一定要一起先到她的住处坐一坐 初次见面 朱女士便显得十分热情 一边问长问短 一边带着记者 来到位于合肥市卢阳区 龙园丽井小区的一套 三十一厅住宅内 进屋后记者发现 屋子里还有好几个人 第二天上午 朱女士让一名男子 领着记者来到了仅一阶之隔的 和唐月色小区 敲开了另一名传销人员的房门 坐这边 别忙了 你今天来了解的 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如此大好机会 是个生意 很新鲜 知道的人呢是特别的少 因为我们想的非常的重要 他可以边学边做 边教边拉收入的一个事 当你去到初级阶段的时候 你就有千元的收入 到了中级阶段呢 你就有万元的收入 那么到了高级阶段呢 你就有六位数的万元收入 一个月 也就是说十万以上 百万以下 你觉得可能吗 觉得 没听说过 怎么这么说 没听说过 我们可以讲 很多事情不怕是假的 就怕是个真的 妈妈也是个真的的 那就需要你几天的时间 去了解了 在随后的几天里 记者每天都会被人带往四个不同的地点 每次都有一个传销人员 对记者进行一个小时的洗脑 所说的内容也是越来越离奇 除了北京有大师馆 全国只有华西 你看这么多神圣 北京有大师馆 剩下的就是华西 那个大师馆 什么大师馆 外国的大师馆 可能真的不知道 知道 周利波也好 李勇也好 这央视的斯大民族 都什么好 也不知道 还知道 不知道吧 记者在这个传销窝点发现 这套三十一厅的普通居民住宅里 住着五六个传销人员 朱女士在这里除了一起接受洗脑 每天还需要做其他人的一日三餐 而其他的传销人员空闲时 则看电视打发时间 经济半小时记者找机会 单独与朱女士攀谈 发现他对传销人员所宣传的谎言 可以说是深信不疑 除了自己的女儿 他把记者也看作自己将来的下线 满心希望被洗了五天脑的记者 加入传销组织 这我告诉大家 这真正的海盯的钱 也真正的很穷 是一个良好剧 这一天 传销人员告诉记者 有一个已经上总的传销头目 要来朱阿姨的住处和记者 谈一谈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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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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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忙 这个中年男子叫李传复 是合肥传销团伙中 南京体系的诸多老总之一 也是这套三世一厅里 所有传销人员的上线 就在李传复在房间里 口若悬河的大坛传销合法的时候 记者用手机通知了附近的小娟丈夫陈先生 陈先生按照约定打电话 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在对303室内的搜查中 警方发现了大量传销的宣传品笔记等 其中还有一张专门为记者准备的工作流程单 上面详细记录着为记者进行洗脑的日程安排 在派出所里 民警将朱女士与其他传销分子分开 对其进行单独教育 告知其传销的违法性 但朱女士始终一声不吭 小娟和丈夫陈先生觉得在事实面前 这回朱女士一定能够回心转意 脱离传销了 于是小娟满心欢喜的来找母亲 准备接母亲一起回家 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等待她的竟然是母亲从未有过的历生责骂 我只能让她来大屋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我在这四大孩子们好喝的 我告诉你 因为你今天就没有人明天 我告诉你 我回去跟你因为你决定我 我告诉你 我跟你讲了多少次 你们都不能让她放下你 两个过来都没放下你 从此之后 我跟你与一话话得清清楚楚 你不是去戴牙 我也不是长得 女儿的亲情呼唤 没能换回朱女士的回头 这再次证明了 非法传销组织的邪恶和严重的危害 事实上传销的本质 在于通过发展下限 实现财务的非法转移和聚集 处在金字塔顶端的人 确实有可能获得巨额财富 这些财富都是从一层层的下限手中剥夺 其中并没有创造任何社会价值 这也是传销与正常营销的本质区别 其本身组织行为 会对大多数参与者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导致大多数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最终权益得不到保障 财富梦想谁都有 但是无论怎样 我们都应该对无需付出的收获说不 提高警惕远离传销 好了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稍后是对话 本周的股市是跌宕起伏 牵动了很多投资者的心情 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证监会新三版的新闻发言人 为您详细的解读一下新三版 请您关注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